好多小伙伴抱怨说摄影的后期入门实在是太难了 怎么都做不好 那今天我就来分享六个简单且容易操作的light tone后期小技巧 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基础 哪怕这是您第一次操作都可以轻松的去掌握 这些操作学起来特别的简单 它可以为您的照片带来很大的改变 包括颜色和质感都会产生变化 跟着我一起学起来吧 我目前使用的是light tone 10.3版本 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在界面的右上方先找到修改照片这四个字 点击切换到修改照片的操作界面 所有的后期修图的全过程呢都会在这个界面当中完成 如果这里没有呢可能是您把它隐藏了 点击软件上方的这个小箭头就会展开了选择修改照片 第一个小工具是用来改变照片的基础配色的 一般说到调色呢大家都会先想到去下载个颜色预设来套用 或者需要熟悉调色技巧的人才敢去操作 但实际上一个小小的配置文件就可以改变一张照片的基础色调了 并且它的选择并不会影响任何参数的调整 什么意思呢 我来操作一下给您看看就明白了 打开照片之后呢在直方图下面的基本设置当中 找到配置文件这四个字 通常呢它会默认为Adobe颜色 点击这个名字呢就会出现下拉的菜单 但是呢咱们不选它 因为这种方法呀它不便利 找到最右侧的四个小方块的图标呢 那也就是这点击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预览图选择界面了 所有的颜色效果呢都会直接的模拟出来 这就比刚才那个文字菜单的选择呀要更直观了 除了这个camera matching也就是相机的匹配颜色效果以外呢 其他的配置文件效果都是软件自带的 就算是JPEG格式的文件呢 也是可以使用这些自带的配置文件调色的 有几个效果呢看上去还不错 富士相机用户在拍摄完RAW格式 导入到这个Lightroom之后呢 在这里就可以加载任何的胶片模拟效果了 所以前期拍摄RAW格式呢 在后期您还能改变主意 换几个不同的胶片模拟效果 看看哪个好看 选择任何一个配置文件呢 关闭后自动呢就会回到这个基本设置了 您会发现啊参数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比原片和加载了配置文件的效果呢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所以说配置文件呢并不会改变色调的参数 那如果您是模仿了别人的参数设置 而没有对方的这个配置文件的话 其实也是无法达到同样的调色效果的 我呢建议大家在后期一张照片的时候啊 上来第一步就选择这个配置文件 改变底片的色彩 在这个色彩基础上呢 再去做后期的调色 可以说效果更加事半功倍 第二个小工具呢 可以帮您调整照片的曝光 摄影的后期之所以很难学 是因为它呢 没有一个固定的参数设定规律 每张照片呢 都要根据具体的内容 来进行分别的调整 这对于刚入门的小伙伴来说呀 十分的头疼 在基本设置当中呢 有这样一个自动按钮 按一下啊 就可以自动的调整色调了 也就是色调设置这里 与曝光有关的六个参数 通过自动调整呢 可以把原本曝光不准的照片啊 调回来 但是呢 也别完全依赖自动调整的结果 大多数的情况下呢 它都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也有偶尔效果不好的时候 比如说光比大的环境 Lightroom呢 就不知道该去怎么调整了 这就需要咱们呀 自己手动进行微调了 如果您在操作时 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可以看看我这个关于 基本设置的详细操作视频 每个参数的细节呢 都给您讲的明明白白的 虽然自动色调调整 会偶尔出现错误 但是大多数时间呀 它处理的效果 还是挺让我满意的 特别是白天的照片 而且通过自动调整的结果呢 也可以让您学习到 后期处理 该往哪个方向走 即便是老手呢 也可以先按下自动 然后呢 再手动微调 来节省后期处理的时间 一提到曲线呢 很多小伙伴也是发愁的 其实曲线设置呢 是有自带预设的 它呢 并没有出现在默认的界面当中 点击调整这里的这个白色 小圆圈的图标 切换到点曲线界面 在最下方呢 就会出现预设了 通常呢 我会选择中对比度 少量的增加照片的对比度 不然啊 阴影的位置就会变得非常的黑 那如果出现了 对比度过大的情况 也不需要担心 在界面左上角呢 有这样一个小圆圈 点击它之后 鼠标呢 就会变成选择模式 十字的位置呢 就是选择的中心点 比如我觉得画面当中 这个位置呢 太暗了 那就把十字的图标啊 移动到这里 按下鼠标按键啊 别松手 然后呢 向上拖动鼠标 您会发现不仅亮度增加了 在曲线当中呢 也多了一个点 那就是我们刚刚选择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点曲线 增加对比度的小技巧 构图呢 是入门摄影的时候 短时间内很难去掌握的一个技巧 我的建议啊 是在后期的时候 不要舍不得去裁剪 也许尺寸变小了 像素变少了 但至少比废掉一张照片的损失呢 要小很多 所以裁切和二次构图 是赋予废片二次生命的唯一办法 第三个小工具呢 就是帮助大家进行二次构图裁剪的 点击直方图下面的裁剪叠加工具 拖动照片的四个角 或者是边缘呢 都可以进行裁剪 如果您想要保持原有照片的比例的话呀 千万别忘了拖动的同时呢 还要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或者按下锁定原照片比例的这个锁定键 在裁剪叠加这个功能下呀 有个操作小技巧 点击键盘上的O键 不是数字0啊 是键盘的字母O 每一次按下O键呢 裁剪的界面呀 就会不停的切换不同构图的标尺 找到一个适合您此时这张照片的构图 按照比例呢进行裁剪 通常呢我最常用的是 三分法的九宫格构图标尺 有了这个小工具呢 就算您是刚入门摄影 也可以掌握构图的诀窍了 在裁剪构图界面当中呢 还有一个功能啊 非常的有用 那就是角度调整 很多照片之所以看起来 有那么点别扭 就是因为水平不够平 这是在拍摄风光和城市 这类景色照片的时候啊 一个致命的问题 有了这个小工具就可以解决了 在这个功能右侧呢 您会发现有一个自动按钮 当照片中 地平线非常明显可以看到的时候 可以直接点自动 调整的效果呢 通常都是非常好的 偶尔呢您可能会遇到 自动调整行不通的时候 那么也可以进行手动的调整 点击左侧的尺子图标 鼠标呢就会变成一个可爱的黄色小尺子 十字位置呢是选择的中心点 放到水平线的位置呢 拉一条参考线 告诉Lightroom这里呢是地平线 之后呢就会自动的调整到水平了 如果您平时使用三角架拍摄呀 在前期的时候就要注意校正水平 避免在后期的时候呢 过多的调整损失像素 通常呀手持相机去拍摄呢 会非常容易出现不水平的问题 快去看看您有多少张照片 没有水平赶紧反攻吧 除了地平线水平的问题呀 建筑不够垂直是城市摄影当中 常遇到的硬伤 特别是街景这种 比较近距离的建筑照片 不够垂直呢 就会多多少少看起来有些别扭 通过查看照片两侧 建筑和照片的边缘之间的距离呢 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垂直的 在Lightroom中的变换工具呢 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了 在变换工具当中啊 一共有六个选项 其中垂直按钮呢 是可以自动把建筑拉直的 效果呢非常的准确 在街景照片当中啊 效果更显著 是我常用的小工具 所以如果您看到自己的照片 说不上来 为什么看上去不舒服的话 那就赶快看看是不是建筑没有垂直吧 有时候水平和垂直呢 是都需要进行调整的 以上呢就是六个可以帮您快速入门摄影后期的操作小技巧了 只需要这六部相信您的照片已经和导入时的原片有了很大的区别了 后期调色的目的呀 不一定是要改变照片的颜色 调出各种网红的色调 更重要的是还原当时拍摄时所看到的真实色彩 让照片的视觉呢看起来更舒适 修正曝光让它看起来更协调 那这些呀也是摄影的处众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lightroom后期教程 欢迎进入我的频道 每个功能的详细操作讲解带您深入的学习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在这里呢我会分享旅行摄影的技巧和后期的修图教程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咱们呀下期见